然後這時候超過多少人死亡 超過4000萬人 超過4000萬人 而且是H1N1 而且是青壯年都有 這1918年 再來就是1957年跟1958 亞洲流感 對對對 這時候你看亞洲流感起源地是中國 這時候也是一樣 包括前流感 也是死那麼多人 100萬到400萬人 全人群喔 剛剛那個是青壯年 西西班牙流感 這個亞洲流感是全人群 就沒有分老小 再來這個是民國幾年 這個是1968年 因為更近了 剛好我出生那一年 不知道 是這一年 我馬上知道你的年紀 所以這邊也是死掉大概100萬人 這邊也是 2009耶 到2010年 這是什麼病 也是H1N1 但是是豬流感 P的H1N1 有沒有 P是豬的意思 豬流感 P格 所以這時候死15萬到58萬 看這一次 這一支商品出來之前 就是 這個佐總牌就在講 未來殺死人類的不是疾病 是病毒 所以從病毒的發展史來看 它其實確實是很快擊敗人類的健康 蠻前瞻的 你看 我們針對病毒跟細菌 我們來講幾個常見的 第一個是大腸感菌 它長這樣毛毛的 這是大腸感菌 順便認識細菌 它的原貌是這樣 再來你看 大腸感菌都是在哪裡 食物裡面 食物中毒都是講大腸感菌 所以一般都是拉肚子 腳痛發燒等等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傳染源就是那種情 情的糞便 家庭 未煮熟或是被污染的水跟蔬菜跟肉 所以被污染過的這些食物很容易大腸感菌 特別是生菜沙拉、便當 沒有煮熟的東西就很容易會這樣 再來這個 字都黏在一起 金色黃葡萄菌 這常常聽過金黃色葡萄菌 對金黃色葡萄菌 它是幹嘛的 它主要都是在做 引發敗血症 是在家務病房那種無菌室裡面 最容易產生這種菌 它就很容易受到感染之後 就變成讓病人加快死亡的一個菌 為什麼會感染這個 它是一個超級細菌 因為它在那個環境特別容易生存 冷啊什麼什麼 反正那個環境就適合 交病房的殺手就是 重病的人只要碰到它幾乎都是敗血症 我是說它會產生這種金黃色的葡萄菌 是為什麼會在那個地方容易產生 在那個地方容易產生 一般是比如說 其實都無所不在 只是說在哪一個環境比較容易產生更多 例如說剛剛講的食物是大腸橄菌 其實金黃色葡萄菌 為什麼它寫家務病房 應該家務病房它是一個很乾淨的環境 沒有啊 家務病房沒有很乾淨 家務病房其實很多細菌病毒 所以為什麼進去都要帶防護衣 因為它怕你感染給那邊的病人 對啊 那邊的病人沒有那麼多防護 以抗力比較弱 對 那在我認識很多醫界的人來講 在交病房其實他們都中空空調 中空空調是很大的一個 沒辦法控制的地方 我以前很多朋友住過家務病房 都是感染再出來 感染又再出來了 它是整棟 如果說它是相通的 對 因為家務病房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做一些比較 對免疫力比較傷害的治療 所以他們沒有抗體 他們只要遇到這個就是重了 就是它在菌裡面算是比較超級細菌 對對對 然後在這個白色念珠菌 對 這是比較容易聽到的 就是口腔、黏膜部位、私密部位 這個它會感染 血液感染跟心內膜炎 它不是只有女生 很多人以為女生才有念珠菌 其實男生也會有 所以男生的部分 男女都需要去針對念珠菌 去做避免 那黴菌 黴菌就更容易分辨了 它除了發霉、黑黑以外 它有味道 像鋼腳 像鋼腳也是會有黴菌 是啊 你看 像鋼腳、頭銜、漢斑、灰指甲 灰指甲也是 都是黴菌的關係 那這些黴菌除了在人體的表現 它在物體 就是封閉、濕氣太重以外 也是都一樣 都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它也可以殺黴菌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我們針對剛剛講的病毒、細菌、黴菌 它這一次都可以清除 怎麼說 這一個是新加坡的維生物學家 來看一下 維生物學家跟細菌病毒專家 被醫生組成的 用25年的時間去累積他的經驗 去科研團隊去研發出來 透過15年的臨床實驗 25年的研究 15年的臨床 然後才研發出這個BC16 名字叫BC16的一個生物消毒液 那它的功能就是這樣 它就是這個 先看這個 它可以病原菌殺滅率 病原菌 代表所有的菌 剛剛講到的那些菌 病毒細菌還有那個黴菌 對 它可以高效達到99.999% 這什麼意思 就是每100萬隻的菌 會被 會被它殺滅掉是一隻 100萬隻剩一隻 它每一個零點小數點的後面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10萬 就是這樣這樣算 就是等於有每100萬隻 就只剩一隻這樣的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60秒內 剛剛講病原菌都會被殺死 多久殺死 病原菌為什麼叫做病原菌 病原菌 病原菌 病原菌就是 你生病來的那個原菌 原來的細菌 對 你會生這個病 就是那個菌去影響你生那個病 就大腸感染 病原菌 病原菌 這樣的意思 然後它可以殺滅 叫做多久殺滅 60秒 就可以全部殺滅 而且無毒無害天然配方 所以它是100%的食品級配方 可以入口入言入鼻 沒有什麼傷害 然後再來 60秒可以殺死對不對 可以殺多久 然後這邊就寫可以殺9小時 9小時被殺完以後 那個環境 那個病菌被殺了9小時以後 零復活 沒有再活起來的 就是都可以殺 所以它是國際專利 全球唯一的 那再來就是看一下它的 我們剛剛說它可以殺病原菌 到底有哪些菌它可以殺的 這個是維生物的測試報道 有沒有 殺滅菌代言而60秒等等的 酵母菌 病霉菌 真菌跟包子 什麼叫包子 包子就是隔壁有在賣那種 包子就是還沒有連發出來變細菌 就殘寶寶還沒有變殘 那個殘檢的下面 原型 它的原型 還沒有變細菌的那個包子 還沒有變成殘 對對對 所以它連包子 包子是因為它有 它有細胞壁 細胞壁 所以很難殺 它連包子都可以殺 細胞壁比較堅毅 對 它有保護層 沒有辦法直接清除它 所以你看它這邊 智衰小 但是 我講 怪怪的 智衰然小 智衰小 智衰然小 你看它 30秒 就可以殺細菌 細菌是大腸桿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還有這個綠濃桿菌 這幾個30秒就都殺完了 然後再來酵母是白色念珠菌 它算酵母的一種 再來就是黴菌 這些30秒就都可以殺完了 所以當你要殺菌的時候 其實30秒就夠了 不用用很久 不用到60秒 60秒是可以殺包子 為什麼要用到60秒 是因為有些菌還沒長出來 已經附著了 已經生新的出來 就像我們在那個消毒 它有蛋 它消毒也是 像酒精一樣 也要停留一個時間 對 才可以達到殺菌的效果 對 它才可以滲入到裡面 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都是它的一些報告 像這個是大腸桿菌 金黃色 這些都是有臨床 剛剛說25年的研究 15年的臨床 15年的臨床 就是每一張都要去做 每一個菌 它都要去做實驗 才會出來這些報告 所以它這些報告真的是很真偉 然後 然後看一下下一張 然後再來它就是這個 60秒殺媚細菌 這個 這個是什麼意思 很多殺細菌的都講99.9 有99.99 我們是99.999 為什麼不能說100% 因為沒有100% 我們就是已經到99.999了 三個九了 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它就是超越美國藥點的標準 然後又是有USP的認證 SHGS的認證 美國藥點已經很標準 它超越它的標準 美國藥點標準是USP嗎 嗯 對 所以它已經比它更厲害的 比它標準更低 它的標準好像是99.99就可以了 它再多一個九 對對對 然後這個持久性 就是剛剛說可以多久有沒有 不是說九小時連復活嗎 這些也是針對每一個菌 剛剛那幾支菌 它有去做報告 就是確定它在九小時內有報告 確實是沒有 它這個假設噴在我們要吃的食物當中會影響 可以殺菌啊 對食物本身它的 所以你用的水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要存水 存水加我們的BC16的水 去1比1去對滾 不要用一般的水 要用純水是乾淨的水 所以為什麼要噴眼睛啊 可以霧化眼液 有時候眼睛是過敏 癢癢的 你就可以針對眼睛這樣去噴 就對我們來講都是有好處的 然後 再來看 這個安全性 安全無毒 這邊有講到 特別特別講一下那個酒精那些好了 這邊 酒精那個沒有做在這裡 這邊測定項目是說 這一支 這個水啊 有去測有沒有重金屬啊 口腔可配服用啊 毒性多少啊 這些都確定測試都沒有 沒有口服的毒性 等於拿來吃是沒有毒的 再來沒有呼吸涉水滲入的毒性 等於你拿來呼吸是沒有毒的 所以不用擔心 再來沒有眼睛刺激性 等於你用在眼睛也不會刺激眼睛就對了 再來也沒有皮膚的刺激性 所以它哪裡都可以用 然後沒有重金屬 有一些消毒的是有重金屬的 這個是它 剛剛那些報告都是在這個性消毒醫院 測試出來的 脹下到這麼大聲 證明說你講得太好了 這是一個嘉賓 很讚 來這邊 這個我們的每個消毒醫 獲得醫療器材產業品質管理系統標準 目前在很多國際的知名醫院也廣 台灣還沒有用耶 台灣沒有 台灣對消毒 有沒有用這一塊在產業界 目前它做成包裝給我們家庭使用 但是針對醫療鏈跟那個環境鏈 它是另外一個銷售通路 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它賣到哪裡去 但是像總裁最近給我們看的影片是杜拜 杜拜現在也很嚴重的疫情 他們只要廣場 那不是哪一支那個什麼 推車去推的那個 那個就是我們提供的消毒液 公司提供給他們去用的 公司提供是要買嗎 我也不知道 他就說公司提供的 所以這個 因為完全不含酒精 所以在伊斯蘭教裡面 它是都可以用的 像伊斯蘭教的醫院 就不能用酒精這些東西 他們都拿多了 所以現在這個就是 可以替代很多用酒精的部分來用 然後這個就是 林興國際的證照 有這麼多的證照 國際證照 你看喔 再看一下它那個 那一張可以送給我嗎 當然那一張 哪一張 當然 這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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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可以不要傳給你 就是你看它有這麼多的好處 再來它就是有這幾樣 就是男神女神這個 消毒液跟機器人 那時候我講的時候 我是一瓶一瓶的講 男神就是用在 用在 有 黴菌外部感染 比較屬於黴菌啊 之類的 像我男神用的空瓶我可以裝嗎 裝什麼 消毒液啊 裝這個這一個 對啊 可是消毒液盡量以霧化為主 霧化 啊你男神噴出來沒有不夠霧化 那還是水 聽不懂啊 它本身就是消毒液啊 怎麼噴出來 空氣消毒液的使用狀態啊 盡量用霧化 才會滲透到物體表面 或是內部 或是 它分子更細 夠小 你如果噴像那個 像用噴的話 它那個 你如果男神噴消毒液 我覺得啦 是可以 是針對外部的 它男神本身就用消毒液去裝的不是嗎 不是 不是 它的濃度不一樣 為什麼 這個消毒液要稀釋1比1 這個不用 然後再來它的單件也比較高一點 它的殺菌消炎保濕這一塊 是這個消毒液沒有的 它是殺菌 它沒有說它消炎 它沒有說它幹嘛 但是男神女神就是有消炎 又有保濕 萬一眼睛不舒服或是幹嘛的 有時候外力的受傷就需要消炎 比例不一樣 對對對 還有一些菌啊 因為你感染的容易發炎 所以要消炎 過期了耶 沒有關係啊 過期了可以用喔 真的 真的 開過就不要用 開過就不要用 那沒有開過可以用 所以這個是口腔消毒 臉部消毒 私密處 空氣消毒 用這幾個來 男神女神來看喔 臉部消毒 男神女神消毒液哪一個可以用 都可以用啊 用在臉部 都可以啊 對對都可以 然後盡量是 如果以消毒液來講 叫做也是殺菌嘛 加保濕嘛 嗯 但是女神跟 女神可以針對表皮層來做保養 男神呢 就可以去做 很多細菌也是可以殺這樣 那像這種霧化就可以也是噴在臉上啊 對對 所以霧化它 但是它沒有消 有些人臉長痘痘啊 長什麼 那有消炎作用嘛 那用男神會 比比較好 比女神好 對 只要皮膚外在的 全部都用男神來使用 那個效果是比較全面的 嗯 那私密處養護就是叫女神 女神 因為它針對黏膜部位 黏膜部位 對對對 它的PH值做得比較溫和一點 比較適合黏膜部位 再來空氣消毒 就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霧化的這一塊 這就是適合空氣 那口腔呢 口腔呢 口腔適合用什麼 當然是女神啊 對對對 口腔因為黏膜部位嘛 就是女神 那如果 還有這個空氣消毒液 不是可以入口入眼入鼻嗎 入口 它幹嘛要入口 因為口臭啊 口臭 嘴巴有細菌 對啊 然後呢 還有那個牙周病嘛 是嗎 口其實連到呼吸道嘛 所以你 還有鼻腔啊 你只要用呼吸 它就可以進到肺部啊 所以它針對肺部的呼吸道 跟肺部 它又很棒的一個殺菌作用 所以我 用的時候要用力吸 然後 都可以啦 可是你吸太大力會 有點嗆到 對對對 你就不要距離太遠 像如果要吸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空間 15公分 哦 你去深呼吸 你就會發現這邊進化了 會有這個 你這樣沒有吸到 我看你都沒有吸進去 你是知道這樣子吧 這個是油漿 這個是安宿 這個是安宿 可以吸啊 它也是針對肺部 本來就要15公分啊 吸任何氣體都是15公分 這樣 這樣就吸進去啦 對啊 這樣 啊有時候是喉嚨癢 有的人喉嚨癢 你就針對喉嚨 就可以嘴巴張開 然後用吸的這樣 所以這個 這個像這個 這個噴男神 這個是誰 你知道嗎 這是豬姐的小朋友 小朋友 因為皮膚比較敏感 對 因為性皮膚炎 它就是皮膚 那個衣服比較粗 摩到 就變這樣 就它才噴不到三分鐘 馬上消炎 然後就可以 那很明顯 對 然後我們再看 它這個 這個 有沒有看過 長頭顯了 頭顯 頭皮顯了 有沒有 第一天這樣 第二天這樣 第三天完全康復 完全就好 一般有頭皮顯很難好耶 會重複的一直感染 一直感染 一直感染 可是你只要有去使用它 用男神 其實 有沒有發現 男神使用外部的 黴菌啊 什麼菌 那些引起的皮膚狀態都很快 嗯 嗯 那那個 這個過敏 流鼻水 短短三十秒 完全改善 這女神 這是我們親身體驗 那有過敏啊 氣喘啊 或是她不小心 因為有一些花粉 過敏原 導致她過敏 這時候趕快 讓她的鼻孔 一個 我們的女神 是有個噴頭的 特殊噴頭 她 伸到洞裡面 這樣對著 這樣噴進去 她就可以在黏膜部位 很短的時間 多短 三十秒啊 三十秒就可以把 因為她是突然感染 不可能有孢子 一定是都細菌類的 所以她就三十秒就可以達到 孢子日她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就外部比較可能有孢子 外部 她會唇流 指甲縫啊 什麼的 你黏膜部位 不太有孢子 孢子日她已經產卵了 對 對 那她的下一代 還沒變成寵人 那會過敏 一定是突然 突然過敏的 所以是不一樣的 所以她就是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有過敏反應 短短三十秒 就可以完全改善 這個是商機的部分 其實這個好東西 柯國泉先生來了 真的啊 這個好東西真的是很好的 沒有啊 我在講消毒液給她推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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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